梦想剧场 双平台太难协调 目前只能腾讯视频独家网播了 这部局网上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 物料释出的也非常少 并且最新释出的海报中 第一出品方不见了 让网友议论纷纷 网传6.26号 腾讯视频将独家全网播出 目色新约 本著吃瓜不信瓜的概念 还是一关宣伪准 毕竟雪英灵主7月26号才能迎来大结局 而腾讯手里还握住玉骨瑶和长相思 两部剧都已经过审 玉骨瑶已经杀青一年有余 剧粉们早就望眼欲穿了 长相思已经开始预热 这两部剧腾讯都将于7月份颁上屏幕 由肖战 人民领衔主演的古装剧玉骨瑶网上预约人数近500万 可以说预约数学惊人 这部从2022年就传出要播了的热门剧目 总是传的轰动 结局总是无声无息 相信玉骨瑶会出现在这个7月 由杨子、张婉逸、邓维谈见次领衔主演的古装剧《长相思》 网传7月2号播出 该剧已经预热 看来额场要让观众锁定在火红的7月了 由妮妮、白羽、金汉、孟子一等领衔主演的悬疑情感剧吸出玉门 额场也安排在数七档 这是彻底要把观众留在额场的节奏呀 2023年暑期档 国厂拿出了最好的状态 最热门的剧目 彻底要留住观众的节奏 按照网传消息 先是任佳伦、杨颖 再是杨子、张婉逸等为谈见次 接住就是肖战和仁敏 最后妮妮、白羽、鸭阵 这样的阵容 这样精彩的剧目 国厂看来是豁出去了 大招、王炸轮番甩出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你喜欢腾讯视频这样的安排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